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再次解释美国绿卡申请的一些基本问题 排期,步骤和办理途径 那么此前呢,我们讨论过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 但是呢,客户们最经常问的一些问题 另外呢,最近根据形势的变化 我们在这里重新总结一下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首先呢,关于绿卡排期 那么什么叫排期,为什么会有排期 排期有多长等等,说明一下 那么美国绿卡呢,我们知道有亲属移民,职业移民 这里面呢,有不需要这个名额限制的 也有有名额限制的 那么既然有名额限制呢 如果申请的人比这个每一年能够提供的名额多 那么像这样呢,就会有这个排期等待的问题 那这个排期呢,怎么样来看呢? 首先呢,你这个申请你要确定要有一个优先日期 什么是你的优先日期呢? 如果是职业移民,这个就是你I140申请的提交的日期 不是批准的日期,这个是对于NIW EB1类别像这些 如果是雇主支持的Perm绿卡呢? 那你排期的优先日期是Perm的9089表提交到移民局的日期 当然这个优先日期呢,是过后看的 如果你的申请批准了,才能谈得上 如果说没批啊,我随便交一个申请 里面没有什么内容,最后被拒了 那当然呢,就不能保持这个优先日期 如果申请批准了,那么你就有这个优先日期 接下来呢,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国务院和移民局 每个月呢,会公布现在的cut off的日期 那就像高考,你有一个自己的分数 相当于你的优先日期 然后呢,有一个公布的分数线 相当于这个Visa Bulletin公布的排期的情况 那么相比,二者相比 比如说,我的优先日期是2022年的1月 现在公布排期在2021年的12月 那比我的优先日期早 那我就排期还没有排到 如果排期前进到了2022年的2月 那我的优先日期是2022年的1月 我的优先日期比排期早 那么我就可以办理下一步的步骤 比如说,这个S85或者移民签证 那么这个呢,就是排期的意义 那这个排期呢,像前面讲到 就是从我提交第一步的申请 到我能够提交第二步的申请 中间等待的这个时间 所谓排期排到了什么时候呢 就是根据美国政府宣布 现在第一步的申请 在某年月以前提交的人 现在呢,就可以办第二步的申请 这个就算是排期排到了 那么这个排期的概念呢 和我第一步申请 从提交到批准要多长时间 是两回事 比如说我办一个NIW或者EB1 或者Perm的申请 我提交以后等了半个月 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批准了 那么这个呢,是我的第一步申请完成了 但是呢,并不是说明我的排期排到了 像前面解释的排期呢,指的是我从办理第一步申请 到办理第二步申请 这个中间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等待 那么排期呢,又分成A表和B表 这个一个叫Filing Date 一个叫Final Action Date 每个月呢,美国国务院会公布这样的排期的日期 接下来呢,移民局会公布啊 这个下个月,这个排期呢 我们是使用A表还是使用B表 像这样 目前呢,排期的情况 啊,这个职业移民 EB1类别 排期要等待一年多 EB2和EB3类别 排期要等待四年左右 那么,这个是职业移民 亲属移民呢 根据具体的情况 有一些我们刚才讲到是不用排期的 比如说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包括配偶、父母啊等等 这个需要是成年美国公民的父母啊 然后呢,还有美国公民的未成年子女 这些呢,都不用排期 叫Immediate Reality 其他的呢,像绿卡持有人 他的配偶啊,过去几年一直也不用排期 还有呢,就是其他类型的 比如说美国公民的成年子女 绿卡持有人的成年子女 还有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这些呢,一般要有几年的排期 移民局也会定期公布 那么这里讲了排期的定义 排期的时间 为什么会有排期等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一下 办理美国绿卡的步骤 和这个常见的途径 那一般来说呢 主要的就是亲属移民和职业移民 这个投资移民呢 算是职业移民的一种 那这个 大多数人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办理的 那么像前面讲到呢 绿卡申请可以分成两步 那第一步呢 对于职业移民 叫做I140 如果是雇主支持的呢 先还要通过劳工部 办这个Perm 包括9141 打广告 9089等等 Perm通过了以后 可以向移民局提交I140 那么对于亲属移民呢 这第一步叫I130申请 对于投资移民 这个第一步叫I526申请 那我们知道呢 所谓现在投资移民没有排期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第一步 可以和第二步同时办理 如果你人在美国的话 可以同时提交I526和I485 那么前面讲到了 办理美国移民绿卡 主要分成这几种步骤 这个途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了有这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呢 可以是I140 I130 I526 第二步呢 要看申请人 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如果人在美国 可以提交I485 调整身份 拿到绿卡 如果人在中国 可以办理移民签证 通过美国 驻广州领事馆 那么拿到移民签证以后呢 入境美国 然后很快 一般在一个月内 就可以领取绿卡 从这方面呢 和从中国办理 加拿大澳大利亚移民 等等有类似的地方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总结了 什么是排期 为什么会有排期 排期要等多长时间 排期怎么看 怎么计算 然后呢 以及办理美国绿卡 一般有什么样的选项 什么样的途径 然后需要分成 什么样的步骤 这里再强调一下呢 比如对于 各类移民来说 这个第一步 不管是I140 130 还是I526 一般呢 是最重要的 关键步骤 后面的I485 或者移民签证步骤呢 主要就是一个 背景调查和文述工作 就像 公司聘用人 比如说 面谈 决定这个人 是否符合要求 这个是关键步骤 那么此后呢 可能还要有 体检啊 一个背景调查 等等 这个后面的步骤呢 就类似于I485 和移民签证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 就讲到这里 有更多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我记得 准备